各位朋友 針對今天 經濟委員會所召開的聯席會 今天這樣的場面 民進黨團認為有必要 特別召開記者會來做一些 所以特別 在這邊召開記者會 今天 今天是議場 站了整個下午的 黨蘇議長 先開始 謝謝幹事長 我們立法院開會要遵守法律 我們只是要求要照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第三十一條對面講得很清楚 除了下列情形之外 每一位委員就同意議題立法委員一次回憲 但是有三種例外哪三種 一 說明提案是要指 第二 說明審查報告是要指 第三 質疑或答辯 也就是說立法院過去在法案的主條審查當中 從來不能只限制委員發言一次 也沒有有這樣子限制的前例 但是黃昭頌委員他一心一意限定登記時間 然後只准許做一次的發言 我們認為這種限制是不當的 所以我們最卑微的要求 就是要要求請按照議事規則來開會 委員會的目的是為了要院會的分工 進行專案審查 由委員來審慎討論替人民把關 這就是立法委員的責任 而國會是合一致的就是要好好討論 我們黨團也凝聚了非常多的修正動議 每一條都有 要求要逐條討論 結果 想要快 想要限制委員的發言權力 反而是欲速者不達 我在這個地方很嚴厲的指控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一心掩割自己立法上面應進的職責 把這些權力奉獻出來給行政院 自甘矮化為行政院的立法權 不敬自己立法委員的職責 忘記了行政院應向立法院負責這樣子的義務 一心只想護航行政院的法條 跟所提出的議案 完全不負責任 純粹採取護航 純粹採取率斷這樣的方式 對不起國人 也對不起立法權 在這個地方要做嚴厲的譴責 謝謝 好 我想我們要譴責 這個我們的經紀委員內的 黃昭順 昭偉 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負責任 而且是非常獨裁的一個主席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 立法院是何一致 那主席基本態度上 是應該要聽起委員的意見 尤其必須要按照議事規則 今天很清楚 這個吳秉樂委員所提出的三位動議 他接到三位動議以後 他站起來宣布按連七分鐘要處理 結果一直繞跑道 現在為止沒有回來 也就是說他完全沒有按照議事規則 完全按照個人的一直在處理議事的程序 這是一個非常不正當的一個藝術手段 而且我們也要告訴他 不可以這麼樣的一個獨裁 事實上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是民進黨的立場 對於我們不管是這個行政院房的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草案內容 或者是我們現在修改完了 叫做中華民國經濟策略發展區的一個 特別條例的一個內容 我們是以嚴審的態度 嚴審就是一條一條要直條要來討論 他不可以自己設限時間 不讓委員發言 而且像早上休息一直到現在不開會 這樣子才罵別人是在打假球 自己不開會 所以我們嚴正的在這裡 來譴責我們的黃昭順委員 你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主席 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 助經濟這個草案 我們能夠嚴審 我們更希望大家一起來討論 不要用藝術的手段 不讓這個藝術進行 然後主責別人打假球 我想這樣是不是一個讓我們 惹氣的主席 接下來請到我們 這一點點的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來講我們這個聯席會 我們黃昭順主席一直指責 這個是民進黨的杯葛 那其實台電站在一個第三黨的立場來講 我們從來來講我們沒有要打本 但我們也是從今天早上 一直堅守到現在最後的階段 但是我們看到的 他指責民進黨杯葛 但是我們台電沒有說要杯葛 但是我們也同樣的 沒有感受到說我們的主席 好好的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說他說的 我個人在這邊講來講 他說的不是事實 那一個以黃昭順黃委員來講 他是一個資深的立委 他不應該有這樣子 這麼意識這麼主持 意識這麼草率的這種表現 然後各位再看一下 今天尤其下午來講 幾乎國民黨籍的立委來講 也完全都缺席了 所以說這些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黃昭順主席 他在說指責是別人在杯葛的話 我個人覺得說 應該他們要先檢討說 是不是他們自己不用心 那他們不用心的話 是原因是在哪裡 是不是說 他們只是一意的想要快點的 把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很草率的把它通過 那這一個是有愧國人的 謝謝 好 謝謝 關於這個資金區 不應該是假自由經濟示範的名字 卻變相成為法律豁免的特學專區 或是租稅特區 所以呢 呃如果福茂 貨貨沒有過 資金區 絕對不會先於貨貨 福茂過的 為什麼呢 我們在資金區裡面看到 包括中國人士可以自由到這裡來 到這裡設立公司 包括中國農產品 也可以呃在這邊呃這個 加工製成MIT的產品 這些呢就是我們看到的黑箱 資金區 所以既然我們反對黑箱福茂 反對黑箱貨貨 我們更不可能讓資金區 可以在這裡簡單輕易的就過關 所以今天我們台聯跟民進黨要求的 就是說 逐條來好好的審查 逐條審查裡面 從有過去有立法院以來 也沒有過還有限制委員發言的 包括次數 包括時間 竟然還有登記時間到了 不讓來到的委員來登記發言 這簡直是破天荒 是第一次 所以呢 這個上上個禮拜 黃委員是變成這個三條順 黃三條 今天又變成了落跑順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也是嚴厲的譴責 我們願意好好的來審查這個資金區 但是一定是會為我們台灣人民做最大的法官 以上 謝謝 剛剛黃召順委員在兩點半的時候 暗鈴表示要表決 結果卻不告而別 他做了一個最壞的示範 明天分委員會一樣召開同樣的議程 那麼明天是繼續開會呢 還是重新的一個會議的開始 這樣子的率性 這樣子的不負責任的一個主席 我們要予以請責 我們也會要求明天如果要開會之前 黃召順召位 應該要先抽清楚 應該要先道歉 否則他已經做了一個最壞的失敗 會使得未來立法院根本沒辦法 照議事規程來開會 會做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不良的示範 我們明天一定會要求他 有所交代以後才能夠繼續開會 那請問大家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